自从伯仁被刻上了陶氏的鞋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被极大的颠覆了 直接从家庭美满变成孤立无援 而且他的鞋到现在并没有展现出什么特殊的能力 即便进入了二阶段陶氏出场 也依旧是以体术或者伯仁的罗旋王为主 在最新的剧情里 伯仁已经掌握了罗旋王威严和飞泪神这样的强力技能 战斗上已经基本不会依赖鞋了 这次羁绊中的伯仁也同样只能到达第一阶段 现在第二形态乐王估计是DLC会出 不过也有可能是到究极风暴5才会登场 我们直接来看伯仁的平A 1A向前推掌 2A推掌前接踢腿 3A召唤两个影分身向前攻击 4A影分身手里剑掩护本体飞踢 4A命中后会使敌方倒地 上面这4A就是伯仁的所有前置平A了 但没有命中敌人时 中下动攻击可以打到第4A 上动攻击可以打满 中动攻击第5A 分身向前突出水盾 第5A命中后同样会使敌方倒地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飞 下动攻击第5A 分身滑铲本体向下攻击 命中敌人后会使敌方浮空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倒 上动攻击第5A 分身连击使敌方浮空 第6A用风盾射出分身 将敌方打得更高 空中攻击上没有什么特殊的 打完以后可以紧接地面连击 不过要注意 在板边使用这招的话会打空 所以需要注意一下使用的场景 投机上不认有着一个 启动速度适中的近距离脱手投机 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浮空 可以紧接各种连击 1号位忍数是螺旋多连丸 覆盖范围是三分之一个地图 放动后会先让两个分身冲刺 最后本体再冲刺 同样的这些螺旋丸都可以追地 距离后会额外多放出两个分身 不蓄力的希望下可以穿插在平A里 想拿它来远程牵制的话 可以直接测调取消 这个忍数的灵活性蛮高大 使用的效果也不错 实战里可以玩出很多花来 2号位忍数是雷盾迅雷剑 范围是拳图带有一定的追踪性 扔出一枚被雷盾强化过的苦 命中敌方使敌方倒地 连招的时候可以像AI一样 向后撤一下再放 当然这个后撤没有什么实际的说法 只是为了好看一点 你也可以在连招的时候直接放 效果是一样的 凹E是蜥螺旋丸 施法后将先冲刺四分之一个地图 多一点点 期间触碰到敌人后 投入凹E 并且可以无缝行系在平A里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富人的各种奥义演出 凡К超来 狼猪猫 高bed 凡ierz 凡 Ces咨 今の俺たちなら どんな相手も恐怖くね 鬼 於是 臣 章MB 好 连拳 侧 就像以后进入歇的第一形态 凭也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直接来看有变化的地方 一号位忍术变成了透明螺旋多连丸 施法的方式也从接触变为了飞行物 极限的飞行距离是四分之三个地图左右 并且和军警签一样可以打出追递效果 分身出现的瞬间有伤害判定可以打起力 这招在板边的时候也会丢空需要注意一下 其实说强势吧 这招也没有变得特别强势 就还可以吧 二号位的迅雷剑变成了一个陷阱式的技能 范围是四分之一个地图 命中敌方后会使敌方倒地 对连招没什么影响 依旧可以接在平A里 连续释放只能命中两次 迅雷剑的持续时间是一秒 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一下 这个技能的伤害判定是从落地开始的 但是在墙角的话它会直接消失 文人绝星以后的两个技能在墙角都没什么用 需要格外注意 小技能是两个风魔螺旋特弓弹 和名人小时候的风魔特弓弹基本没差 飞行范围是一半的地图 没有命中敌人不会触发后续 命中敌人以后造成四次伤害 则用螺旋丸将敌人打飞 但是这招启动速度慢 还不能追递 真的非常的花瓶啊 甚至不能无缝寻求在平A里 真的没什么用 那么上面这些就是歇伯仁的全部能力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进实战 欢迎巨球 伯仁对战波罗 你们觉得这次决斗 哪边会赢呢 开局伯仁查卡拉冲刺进手 波罗替身拉开 波仁没有选择立刻追击 而是开始后撤 双方同时复读都在板边不肯前进 最后居然是波罗按内不住起来进攻 波仁拉到板边开始恢复查卡拉 波罗干扰了一下以后 波仁冲刺起手 这里是平A接大 但是被波罗剃掉了 波罗将他反手 波仁秒剃 但可惜投机被策划躲了过去 反手吃了波罗的投机 好在波罗的这个投机接不了技能 可以不用担心后续 波仁这里是浮空状态 波罗没法连招 选择用熔盾压下伤害 打完以后原地恢复查卡拉 波仁绕了一下以后冲刺起手 还是选择平A接大再次被剃掉 波罗想要忍住反手 但是被波仁拉开 打完以后直接后撤 不给波仁起手的机会 波仁也是选择向后拉扯 波罗冲刺没有抓到人 恢复满了查卡拉以后 也开始后撤了 他俩打得真的相当的谨慎 波仁在远处空了两个反击以后 开始恢复查卡拉 吃饱喝醋以后 直接查卡拉冲刺 但是太短了撞不到人 还被上了一个攻击下降的状态 这里迂回勾引突然冲刺起手 没有选择机大 而是打了一个倒地 然后手里进打起力 双方互交替身 反应很快的冲刺打断了波罗的忍术 这一波博弈算是结束了 两边又开始拉开了 他俩真就是在打一手回合制 打完一波就拉开 然后双方状态回满以后重新开打 这里波罗查卡拉冲刺没装到 被波仁起手 不想吃伤害 交出提身波仁直接跟 逼出最后一个提身以后 波仁拉开 波罗这里不想打 查卡拉开着后撤 波罗想要追击 两个冲刺加上忍去都没追上 跑得还挺快 但还是被查卡拉冲刺拿到起手 好在是被打飞了 趁波仁连机失误 一个起报符轰飞波仁 不过波仁起身立刻查卡拉冲刺起手 波罗替身好了 但是秒交光 这波波仁的连续冲刺处理的真的太好了 波仁这时候又拉开了距离 波罗趁机觉醒 决心以后选择直接冲刺起手波仁 但是波仁现在有整整四个提身 随便交随便打翻手 波仁想要使用熟悉的小连招 但是波罗这时候替身好了 掉了一个提身保命 但是没用 剩下一个提身也被波仁逼出来了 这样下来 还是本恨波仁打很难受 查卡拉冲刺对峙了一下以后 波仁拉开 波罗的觉醒结束 波罗现在没有提身 血量在斩杀线之内 情况很糟糕 波仁查卡拉冲刺起手 不给提身恢复机会 直接凹一终结 第二回合开始 波仁再次冲刺抢到先手 这里冲刺重置平A以后 还想集邀翼 但是被波罗剃掉 交替身想打反手 但是波罗有很大的身后判定 忍去把波仁打起了以后 想要连招 这里也是平A想集邀翼 波仁也提身 提身以后 直接查卡拉冲刺抓后摇 波罗想要迂回 但是再次被波仁抓住 再次交替直接拉远 想要恢复查卡拉 波仁不给机会 查卡拉冲刺压住 这里又是平A冲刺 又接了奥翼 波罗这里最后 一个提身不想交 奥翼打完以后 波仁的查卡拉也不多了 选择拉开 看到波罗这边不敢进攻 波仁直接冲刺 但是被躲开了 波仁跟得很紧 继续调整身位 冲刺起手 波罗这里连交三个提身 用反击成功拿到反手 这里波仁不替 波罗的选择是一套平A 先接查卡拉冲刺再交易 波仁替掉了奥翼 以后查卡拉后撤 拉开距离 波罗则是趁这个机会 开始恢复查卡拉 没有选择觉醒 而是冲刺前压 波仁则是持续迂魂 没有主动进攻的欲望 波罗第二次冲刺 拿到起手 波仁交出提身 空中攻击打断头 即波罗提身拉开 波仁这里的操作很冷静 直接查卡拉冲刺起手 连逼两个提身 反手手里剑 压出最后一个提身 这里波仁提身无效 还是被打到了 起身以后立刻调整身位 波罗想要拉开 波仁不给机会 连续两个冲刺起手波罗 四花小连招开始 停A接后跳 险接迅雷剑 忍者冲刺打一套空中连击 但是第一面连击失误了 没连上 波罗提身好了 但再次被波仁连逼两个提身 直接查卡拉冲刺 压掉波罗最后一个提身 这边是不替 给波罗一点挣扎的时间 给了波罗好几次机会 但是波罗这里不中用 最后是波仁冲刺平A 结束战斗 讲真的 谢波仁在游戏里的 实际表现的缺点有点多 主要还是稳定性的太差了 希望以后可以优化了 好 那么咱们下期视频的主角 是这个迪鲁达 繁中的翻译是德尔塔 所以我们就按德尔塔念 他也是救急风暴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下 你们的三连和关注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角色更新的牌标 我会放在片尾 大家有兴趣 可以暂停观看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